眼睛不舒服时,医生会建议我们拍眼底相 但谁能想到几分钟就拍好的眼底相 竟还能用来筛查阿兹海默症 近日,由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 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副教授张燕磊带领的团队 成功研发全球首个人工智能系统 只需透过分析眼底相便能够侦测阿兹海默症 准确度于80% 我们首个只需用眼底相便能够计算到风险 传统的方法是比较入侵性 和需要一些比较专业的仪器 包括是正电子素描和腰椎刺穿的方法 这些方法可以去确诊阿兹海默症 那些检查亦会比较昂贵 也不适合做一个西茶的工具 眼底相主要是做一个西茶的工具 我们希望可以维持一个低的价格 可能说港币 希望几百元就可以做到一个西茶 能够计算到阿兹海默症的风险 这样的 那你现在下巴放在这里 OK 颜头踢住 你望着里面 好 现在眨眨眼先 好 望定 OK 开始 其实这个人工智能系统操作 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只需要给来访者印四张像 两只眼睛分别印黄斑中心 和以视盘为中心的两幅像 我们会把这四张像传输到 带有人工智能系统的这个电脑里面 这个电脑会进行自动的运算 并且输出这个受访者 阿兹海默病的一个几率 通常情况下我们做这个测试 我们比方说现在的这部眼底机 它就不需要散瞳 然后也可以在一个比较亮的环境 来进行操作 对于受访者和操作者而言 都是非常简便的 通常大概两到三分钟就可以把这个图像印出来 那从图像到这个结果的输出的话 也是基本上两分钟之内可以得到一个结果的输出 为什么眼底相能筛查脑部的神经疾病 常年研究眼科影像的张教授透露了两者的相关性 其实我们的眼球和脑部是靠一个视神经去连接的 而我们的眼球里面的视网膜 俗称眼底和脑部有相同的胚胎起源 它们在结构上和一些生物的特征是非常之类似的 所以我们视网膜也都被视为中枢神经的一个延伸 而我们的眼球里面的视网膜 那个血管和视神经 其实是唯一一个地方 我们可以直接眼睛去拍到 可以直接去分析 所以视网膜就成为了一个平台 来研究一些中枢神经系统 或者脑部一些疾病 而我们的研究结果 就是在我们自己的数据里面 那个准确性是做到80%的 阿脂海蜜症是一个认知能力 逐渐变差的一个疾病 认知能力就包括语言 包括记忆 包括执行能力 以及它的视觉空间 其实早期偵測就不是那么容易 直至到中期或者甚至晚期 家人发现才知道 但是现时的药物 特别是这几年 发现到一些新的药物 其实主要是针对 这个早期的阿脂海蜜症 而研究发现 这些药物在早期是特别有效的 所以我们希望 可以透过这个人工智能系统 可以找到一些 特别在社区里面 找到一些早期的 有阿脂海蜜症患者 知道他们是属于高峰病人士 转介给他们的家庭医生 或者老科医生 去作一步进一步的确诊 他们确诊了 知道自己有早期的时候 可以用到一些药物 去早些干预 让他们可以减低 他们脑部的损害 和减低他们的 认知能力的变差 但我们希望下一步 希望在一年内 我们可以正式投入 可以在社区做一个西查 快来订阅通知 按旁边小铃铛 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 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